浩川港澳最美鮮金的 賭王女兒何超廉 宣佈要在香港銅鑼灣 開賣台灣牛肉麵 試吃會上人潮洶湧 怕那個品質沒有辦法保證 所以我花了差不多兩三年時間 去跟朋友的媽媽溝通 跟她說我是很有誠意的 而且我也會很用心的 把這個酒舞做起來 它裡面的湯底都是秘方 那這個秘方 因為媽媽就說不能傳外 所以她只傳了給她女兒跟我 多次跑到台灣談牛肉麵代理 何超廉說自己本來就愛台灣小吃 開設的牛肉麵店裡 也會特別販賣滷肉飯 台式滷味和鴨血臭豆腐 外傳藝人鄧子齊和謝霆峰 也為好友兩樂插刀 在店裡開了特製的神祕菜單 我的目標是五年後上市 我覺得就是目標 可能要訂比較大一點 這樣子才會努力去做 何超廉為這間店 投資的血本超過人民幣百萬 不讓幾位格格姐姐 專美於錢 目標要成為新進的 牛肉麵女王 也讓賭王家族 事業版圖再擴大 記者唐玉璇報表